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我们会为大家讲的就是HKDSE Practice Paper Session A 最一条question line 这份卷可以在画面上高,在小评高的link里可以下载 请留意以下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做D7 video的Foundation 如果同学,你本身已经熟悉我的理念,还有这些video的运作模式,当然可以skip 如果不是,有请同学,新的那些,尤其是你pause the video,慢慢看清楚 好了,在讲这一条的题目之前,第九条,我有点的reference要跟大家讲一讲 有几条公式讲一讲 通常第九条这个,Ewen在Magstack出现很多次 即是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是超过90% 有两至三条的公式,要大家记得 到底概率A和B我们怎样计算呢 很简单 概率A,我们先用了1s图表达 概率B也是 是不是就这样把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呢 不是啊,我们有一个重复了空间 重复了空间就算了两次 如果我把两者加起来,没错 所以我们要减回重复的空间,我们就形成了这条公式 就是probability A or B 或者有些同学说A union B 就等于概率A加概率B,减回 概率A and B 或者是AB的intersection 行不行 OK 同时间你不要忽略了,透过主项变换 Changing of subject,原来 概率A and B可以倒转,等于概率A加B,减回概率A and B OK 接着这一条我又想解一解 这一条好似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些人问 我一问他,为什么 呃呃呃背书而已,sir 那不行 那就看一下 如果这个 为什么conditional probability有这样的公式呢 那就看一下 对不对 given B find A given B find the probability of A 所以given B就是在B的原型里能够发生的事 所以这个份母就是B Find A 哦,那就理解了 在B里面A存在,即是确率A and B 即是D一粒核 行不行 OK,那我顺手解一下 好了,接着另外还有一条要解 这个月亮这个东西就叫做 probability A and B' 即是A不是B 行不行 如果它是A and B,就当然是红色那粒核 但是现在只剩下月亮,就因为如果我放了另外一条 那我就在 即是A都可以了 sorry,即是B都可以了 现在月亮就是纯A的,就没有B的 行不行,即是B是不行的 那试试加回A and B会出现什么呢 即是一个月亮加一粒核,原来会出现原先的原型 行不行 所以就是probability of A就会等于probability A and B加probability A and B' 即是A不是B OK 那这三条如果你关掉的话 哇,做这条数9A,你就容易震了 那看一下 它给了三样东西 OK,这三个是结分的 那现在要你找回probability A,probability B,probability A and B express in terms of k 行不行 那大家都知道,最容易找就是A,你有A and B和A and B' 行不行 所以probability A就会等于0.12加k 那probability B怎么找呢 probability B我们就不能直接找的 不过B'肯定可以找到先的 行不行 因为我们就已经有了probability given B' fine A就等于0.6 那由于我们转回那个 透过公式转回它,就是probability A and B' overprobability B' 那由于我知道A and B'是k来的 哦,that's why probability B'就是 5 over 3k 行不行 那透过complementary event 互保事件 我们知道probability B 就会等于1-5 over3k 最后要搞定的就是probability A or B 大佬啊,probability A or B的多难 我们知道了A,又知道了B,又知道A and B 那算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知道是1-2 over 3k 好,A部分说完了,到B部分 B部分呢,它就说 if两个事件,即是given A and B,independent events 那什么叫independent events呢 那中文我们就知道叫独立事件 行不行 如果我的definition就是 Events would not affect the other 那他们就是independent events 好吗 那我们可以透过以下这三条公式 去证明 不,sorry 当我们知道两件事 是independent events 以下三条公式都是成立的 OK 什么呀 都不知道什么叫独立事件 OK,我们玩玩 independent events很简单的 现在我有 我有两副牌 行不行 打错字了 应该是 D两个位置 调转了 两副牌 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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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转回红色 这里呢 就转回 黑色 黑色 好,继续 Yeah 两副牌 2dex 我就 Draw a card each 就是每一张牌 同时间抽中 这两只牌 两只牌都是红色的 当然是四分一 好吗 这个呢 就是一件事 不影响另一件事 不明白 看了相关事件 这次反过来 一副牌 要抽两张卡 行不行 第一只和第二只都要红色 第一只红色当然没问题 26 over 52 到第二只是红色的时候 那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第一次抽了一只牌 没得放回去 原本那个sample space 就会是52 跌到下去 只剩51 红色的牌 就本来有26只跌到25只 那是不是第一件事 影响了另一件事 行不行 那这些 影响另一件事 我们叫相关 一件事 不影响另一件事 我们叫独立 independent OK OK If one event affect the other we call it dependence event If one event is not affecting the others then we call it independence event OK 好 接着再来 那 找K 其实这三个方法都可以 其实运算的 複杂程度是相弱的 首先 我们会用 如果他们是独立事件的话 即是说 Probability A and B 会equals Probability A times Probability B 那我们就是 搬字个子 substitution 然后我们就 将它expand了 然后将它化作 quartetic equation 那我们就会计到 它有两个答案 Either K is equal to 0.48 or K is equal to 0. That's the end of 这个 Question B 又 不是啊 为什么K 拿走了 为什么K要拿走了呢 有没有同学们知道呢 对了 没错了 因为 K是要大过0 所以K是等于0 我们要拿走它 幸好有人提我 不就麻烦 好了 这次真的结束了 好多谢 各位同学们的参与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email给我吧 再见 拜拜